這是天然穿料男紅的三通 這是做蓮花三通的 而且上面還有雕蓮蓬 你看這個做工很細 那我們大概約分了幾個尺寸 這種蓮蓬的 這種蓮花三通的話其實很好用 我自己也有留一個做款 也有留一個做款 然後大的人就那麼大 這是做啞光的 但是穿料不是寶山齁 這是男紅 好像有一張證書 等一下喔 我是有抽樣做一個證書 因為還有其他的 可是我這證書的話這都之前 也是之前做的了 之前進的了 那當然這個我都抽樣做而已 因為我們是直接一手拿的 所以這個尺寸也是我們自己挑的 然後像這種在做款的部分的話就很好用 蓮花三通 有沒有人不會知道三通不會用的 上網查一下三通怎麼穿大概就知道了 因為雕工真的很漂亮 那天然的瑪瑙 這個肉的部分已經很滿很滿了 真的 然後這個紋路是真的很漂亮 那個那有一個 它有一個特價的瑕疵的讓我們看一下 那有一個特價的瑕疵的讓我們看一下 有個瑕疵的是背面有點拼頭 這個是瑕疵特價的 那正面看起來是這樣 這是穿料男紅 还有另外一些款 就是我们已经分好尺寸的话 就是随机出了 就是同一个尺寸底下随机出货 这个同一批 同一批料子 这个也是川料男红的三通 这个是龙头 龙头的金雕的三通 看连牙齿都有修 刚刚那个零化 连连蓬那个都有修出来 真的很美啊 这个的话这个龙的 今天是龙年 这个一出马上就被抢完了 不好意思 我只抢到了四颗 我只抢到四颗 多难抢啊 这个工厂一出货 都是被打包的啦 千球万球 才留了这四颗给我 可怜不 这是老矿川料男红雕刻的 皮修猪 皮修王 这雕工部分非常的细致 你看这个牙齿眼睛 全部都有金雕 都有细修 然后这个真的是满色满肉 再放下 然后后面的部分 我有抽样做证书 现在中国如果你是出果茧的话 他们现在把男红跟玛瑙分出来了 如果在你是做中国果茧证书的话 他们通常男红会打男红 不过这是因为我这是之前做的 他们好像是今年的三四月还是二三月的时候开始改的 不过这是我们之前就进的了 所以这个证书部分就还没有改 然后而且你在一般 我们一般在可堂进的货的话 在可堂的市场上 现在好像还没有改 不过这是之前进的 老矿的 然后我们大概分了几个尺寸 这个男童这样照灯的话 基本上它都没有变色 照紫外线灯 这是原本的紫光灯的颜色 然后没有什么强烈的荧光反应 然后这一点点 这个是泡光粉 有点泡光粉 它在原则上的部分都是 没有什么荧光反应的 同一批料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